iSight系统 ACC可透过雷达侦测来调整与前方汽车的距离,并自动调整车速,降低驾驶在长时间中高速的路况下所产生的疲劳感,进而提升行车安全。 按下方向盘右下方拨杆的ACC开关按钮,此时仪表板左上方会亮起白色指示灯并显示Ready讯息,进入待命状态。 加速或减速至想要的车速后,将拨杆向下搬一下。 仪表会显示设定的车速,指示灯从白色变成绿色。 透过上下搬动拨杆可调整设定的车速,每搬动一下可调整时速1公里,固定拨杆可调整时速5公里。 若要改变与前车距离,按下方向盘上的间距调整按钮,可切换四段跟车距离。 当踩刹车或将拨杆拉向自己时,将取消车速控制。 将拨杆向上搬动一下,即可恢复到原本设定的车速。 当前车停止时,系统将协助减速至停止。 当前车停止时间大于3秒,ACC设定将取消。 驾驶必须踩下刹车踏板,待前车起步后将拨杆向上搬动一下,来恢复之前设定的速度及距离。 透过仪表板或多媒体系统荧幕,可启用或关闭多项驾驶辅助系统。 系统预设为启用状态。 当手动关闭时,指示灯会亮起,包含LDW车道偏离警示系统、PCB预防碰撞自动刹车系统等设定。 感谢观众